鸡头怪人 村子里有一个奇怪的规定 太阳落山以后所有人必须回到家里 不然村子里面就会出现一个鸡头人身的奇怪女人 她会到处问路过的人 我美吗 我美吗 如果你回答不美的话 那么鸡头怪人会生气的把你直接干掉 如果你回答美的话 那么鸡头怪人会高兴的把你变得和他一样美 一天我们的无聊校长来家访的时候 被鸡头怪人给发现了 鸡头怪人为校长他美不美 校长灵机一动只说了一句话 就让鸡头怪人放过了自己 你知道他说了什么吗 多拉是一名黄河捞诗人 每天都要捞取那些不幸热情河里而溺水身亡的人们 但想干这一行却有一个奇怪的规定 那就是书争分穿背带裤都不能捞 喜欢又唱又跳的也不能捞 如果捞了这些轻则会倒霉运 重则甚至可能会失去生命 但多拉偏偏不信邪 找到自己的好朋友把一句无魂魂尸给捞了出来 因为没人认领他们只好把它埋在了院子后面 可很快所以去帮忙的人都得了一种怪病 最后全都失踪了 可为什么只有多拉黯然无恙呢 干嘛